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 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 最这明明星的最新信息 陈晓、王一博领衔冰与火江苏、江波悬念拉满打响禁毒之战 由傅东玉担任总导演 麦利亚斯、张渊昂 傅东玉任编剧 陈晓、王一博、王静松、刘亦军、赵昭仪 张志坚、郭小婷等主要的禁毒题材剧《冰与火》 将于9月30日在江苏综艺频道精品剧场开播 导演傅东玉以其写实的艺术表现力而闻名《冰与火》的开场瞬间 就将观众带入激动人心的激毒前线 第一集开始 吴振峰和陈宇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山里逃跑、追逐 当其中一人落入河中时 剧烈晃动的场面戛然而止 长短镜头交替冲破语物 抛出一系列悬念 他们是谁 他能活下来吗 强大的视觉效果从画面中爆发出来 带有毒品犯罪侦查元素特有的冰冷质感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后发生的胡青山杀人案 不仅与新药大黄胶囊有关 还与三年前警方的行动有着诸多联系 多线并行的叙事策略加速了动作的发展 雨夜的丛林逃亡和公交车上的混战 让跑酷式视听体验持续升级 观众在被动作戏深深吸引的同时 也能直观感受到一线缉毒警察调查取证的极度危险 随着剧情推进 他们还会猜测警察局隐藏的秘密 里面的那鬼究竟是谁 除了领衔主演的陈晓和王一波之外 冰与火聚集了夜内顶尖的演员阵容 王静松 刘亦军 张志坚等分别在之前的代表作中塑造了不少经典人物 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此次 他们用精湛 扎实的演技 将剧中主要人物刻画的饱满 立体 为该剧的高品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冰与火中 新老两代警察之间的传承温暖而严谨 与这种温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个人 的身份之谜以及善恶的对抗 个人感情与正义责任的平衡在角色之间拉锯 也时刻牵动着荧幕前观众的心 探索类型突破用聚集发声永丹社会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党中央领导下 国家积极开展各领域禁毒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 冰与火适应时代禁毒宣传需要 响应国家禁毒工作 高举现实主义旗帜 谱写一线禁毒干警并肩战斗 打击犯罪的热血英雄故事 引起社会各界对我国禁毒工作的关注 冰与火将对现实的关注融入高水平的艺术表现中 用有血有肉的人物精心打造的台词 紧凑连贯的情节 向公众普及和提高禁毒知识和禁毒意识 歌颂在黑暗中行走的刀锋战士 凸显影视作品的价值与责任 9月30日起每晚22点45分锁定 江苏综艺频道精品剧场 锁定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